Hello 大家好 我是Patrick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話題就是生髮 很多人因為頭髮的生長不夠農物 或者脫髮是很多煩惱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頭髮是煩惱師 我們要解決生髮問題 首先要了解脫髮的問題 在這裡有一份意大利的研究報告 就說有一種的天然食物 它叫做鋸葉棕類 是可以幫助我們減少脫髮的 這種鋸葉棕類其實就是棕類的品種 但是它的葉好像鋸齒形 這份加州大學的研究報告 不僅支持這個論點 甚至說吃了鋸葉棕類的話 防止脫髮的問題的成功率 是可以達到60% 第二個天然食品我要介紹的就是精胺酸 精胺酸其實是胺基酸的一種 如果我們缺乏了精胺酸 是會導致脫髮的 在這個圖表裡面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我們的頭髮成長的時間 如果我們的體內的紅性激素是過多的話 它會是產生了一種叫DHT的毒素 是會影響到我們頭髮的毛囊成長 導致那個原本是生了出來的頭髮 都會是脫落的 因此我們可以去吃鋸葉棕類 加上精胺酸就可以防止脫髮 第三種我要介紹的是生物素 生物素有名維生素B7 或者是維生素H 為什麼叫維生素H 因為頭髮的英文 開頭的字母就是H 這份加州大學的研究報告 指出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體內缺乏了生物素的話 脫髮的機會是非常之高的 就是由38%到49% 因此我們體內 是要有足夠的生物素的存在的 這份的日本的研究報告 更加羅列了另外30份的研究報告 指出是缺乏生物素會導致脫髮的 它們做了一個動物實驗 如果在小老鼠的膳食裡面 是減少了生物素的成份 它們會脫毛的 但是補充的話 那些毛就會慢慢生出來的 好了 下一次我們就會講一講 究竟怎樣可以 增加我們頭髮的成長